欢迎朋友们照理说事 2019年信用卡新规早在上半年就已经发布了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新规定与自己关系不大 也不阅读有哪些条例发生了变化 导致还款时还要额外支付一笔违约金 这笔违约金究竟从何而来呢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现在知道还不算晚 对于很多使用信用卡的朋友来说 免息还款期最低还款额待遇 是信用卡的两大核心服务 也是跟持卡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服务 新规发布之后 各家银行对信用卡的各个项目的收费也做了调整 现在有的银行规定提前还款将不再免费 有的银行还要求持卡人再支付一定程度的违约金 提前还款还有错吗 这什么道理 招商银行 平安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 这些银行都已经明确说明 如果信用卡的持卡人已经申请了一次性偿还分期款项的业务 那么按照所有各期的本金以及利息就全部交了 也就是说 提前还款并不会少交手续费或者少还利息 除此之外 中国工商银行还特别说明提前还款要收取一定的违约金 另外 中国农业银行规定 从二月份开始 不论是通过网上银行还是电话服务 透支信用卡转账都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虽然部分银行存在以上两个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 这次信用卡新规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不少好消息 最低还款额度和免息期限也再也不是一刀切了 而可以通过发卡行根据持卡人的信用等级来规定 还款能力决定的最低还款额的高低 因此呢 有最低还款额在这 并且有的银行提前还款还要交违约金 各位朋友们就可以选择每个月只是还最低还款额 等有钱了再全部还清 没有多交或者少交钱 另外呢 违约金将代替支纳金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还不上就不会被罚钱 只不过收取的费用换了一种形式 不过呢 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 年费 曲线手续费 货币兑换费等等这些服务费用 是不可以收取利息的 各位朋友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华夏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 还规定使用信用卡曲线后 这部分金额在下月必须要还清 不能单单只还最低还款额 关于这个问题呢 咱们就先聊到这 各位朋友现在读懂了2019年信用卡新规了吗 大家要再多关注一下自己常用信用卡的银行 定期有没有发布什么新规定 千万不要交冤枉钱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欢迎给我们留言评论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收视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请不吝点赵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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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